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选举投票到现在3300万张 3300万张当中早期投票人主要集中在争议州 宾州 佐利亚州 北坎和亚利桑那 大概是 那他们占的比重最高也最早 在早期投票当中最终的接着到现在的结果 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投票还是高 民主党占了41% 那共和党占了36% 但是呢 而共和党人的36%呢 远远超过2016 2020 当时可能他们只有百分之十几 甚至更低 就是说早期投票呢 民主党人呢 看起来呢 他没有在长足的增长 但是共和党人却有长足的增长 而在选举日呢 是共和党人的 所以中间这个差距就会 就会 就是比较容易的那个故事 结果就发现了 发现了这个 在宾州发现了2500张 有着选举欺诈的问题 这宾州有着选举欺诈的问题的 大多是发生在8月15号的早期选举投票 还真够早的 8月15号 那都是在那一个时间点填的东西 是选民登记的东西 对不起 8月15号进行选民登记的地方 然后几乎集中在同一个县市 所以同一个县市在同一天 几乎出现2500个虚假 就是说他不认为是一个选民登记是完整的 选民登记的完整 必须有这个人的完整的名字 有完整的签字 有正确的现在居住的地址 现在居住的联系电话 那现在的 就是现在依然在使用的 driver license 驾照 或者说社会保险卡号 所以必须是现在的 最终这个人要签字 那发现2500个 他选民登记的内容呢 是或明有人代替签字 因为查证的签字的笔记是不对的 或者是资料不完整的 资料不完整的就多了 没有电话号码 没有地址 或者是driver license号码没有 或者就是这样的认证号码 都认为是有了虚假嫌疑 而恰恰它应该是发生在同一个地区 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的登记 所以就被认为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做法 这是在宾州 那而恰恰在宾州的选举委员会呢 相认管理的选举委员会的主席 是共和党人 是共和党人 所以这个消息是昨天拿出来的 所以认为这是一个第一批比较确认的违法事件 那这个确认的违法事件 因为它发生的时间是在8月15号 如果这是真的话 就代表在当时 当拜登出现 就是起码你可以推早到 在拜登退选之后 哈里斯在逐渐出来 美国民主党人还没有进行民主党大会 美国民主党大会是8月19号 但是呢 他的做法已经出现了 但是我说 涛哥你不能把这话一下就放在民主党身上 是有点不太那个 但这个东西它是这么故事是了 时间上是可以这么看出来 那同样呢 在整个宾州早期投票 一百多万张网 那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 也是因为他早期投票的 计数时间的问题 他往后拖了四天 因为宾州的这个 宾州的投票规矩说 邮寄就是投票日当天 寄出来 邮寄出来的选票都被认可 所以这些呢 他要邮寄一段时间 所以他拖后四天 那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场合 故事 网上流传一个说 网上流传一个说在第十一巡回法庭 裁决了一个有关投票截止日的问题 说会阻止 那个第十一巡回法庭的裁决说是 到了投票日这一天 之过后 任何邮寄选票都不再接受 所以他以到达的时间 没结算 说这是产生绝对影响 但是那个呢 没有看正规的媒体报道 那是在X上 推特上出现了 所以现在看来那是个假消息 因为 那个影响是非常大 因为它是联邦法 所以到现在 我注意到那个新闻 中文系统中有人报 但是我没有 我个人比较谨慎的去 去等待的最高最高法院 或者说巡回法庭的裁决 没有 那没有 我坦白跟朋友讲 没有看到 那宾州这件事情就出现了首批 这应该是比较首批的 发现2500起 涉嫌欺诈性选民登记 这是第一批人 在这个宾州出现 已经开展刑事调查 选民登记 就是 不是选票本身了 里面涉及到假名字 假笔记 假签名 不正确地址 所以当有缺失的时候 他会出现一些 如果真是造假的话 他故意这么来的 让你找不到我这个人 大概是这意思 叫兰开斯特县 地区检察官 新闻发布会上讲过 在两个宾州的县 收到了类似的东西 但他拒绝说出另外两个县 其他县 所以还有 还有 不是指这个的 他是共和党人 叫Adams 这似乎是一次有组织的做法 当然我们需要进行调查 目前在调查他的参与程度 担任选举委员会主席的 共和党的 叫专员 这个叫雷 共和党的 叫做兰开斯特专员 应该是负责这个地区 我们已经控制这局面 这是错误 这是违法的 不道德 我们一定找到他 几乎申请日期在8月15号 大部分都来自于兰开斯特市 所以如果他是有组织的 他就不是一个人做的 对不对 2500份 2500份他找20个人 这一天给他做网络 然后一起登记 他如果比如说2500份 你找出100份 这笔记差不多 这是一个人看的 那个笔记差不多 就是说人家做这东西很基础 但是做这个东西的人 就是最基础进行选民登记申请的时候 一定跟后面的制表系统 统计系统会连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他如果真造假造了2500份 那上面在最终统计选票的人 和准备对这些选票下手的人 和把这些虚假选票 要去投谁票的人 是透过电脑进行完成的 人说陶哥为什么 你要注意到他的选票 这个被查出来 他是一张一张票查的 但是选票一定有号码 对不对 我相信任何票据会有号码 那透过电脑去运作的人 一定是从号码上走 那他在一个地区 出现大批有组织的 是因为那个号码会连号的 从101对到250对不对 他他得连上 说这个区 这个是我给你200张票啊 哪个号到哪个号 你把这活干嘛弄 那我给你的时候 我跟上午 他上个店就说了 那边从多少号到多少号 那是咱们的票 到时候你随便投谁就行 所以如果抓 他会抓出一大份 在某些情况下 应用程式包含 正确个人的身份资讯 正确地址 正确电话 出生日期 驾照 但申请中 列出个人资讯的时候 他们没有要求提供该表格 也没有填写该表格 或者签名不是他们自己干的 所以这就是 基本上发生的这件事情 那后面就介绍 宾州19章选女人票 有多重要 如何如何 这个我们就不去讲 我们就讲这件事情 就是很准确的时间 我发现了 离大选还差十天 感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